我谁肯带哭他那些字 大家好 那么今天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欧拉玛的一个本地部署 以及它的这个语言大墨型的一个基础使用方法 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工作流 它是加载了这个欧拉玛 这个插线 如果你没有安装这个欧拉玛的话 你是无法使用这个工作流 那么首先你需要进行一个下载 我们点击这里 然后根据你的系统版本进行一个下载安装 下载完毕之后 直接运行这样的一个软件即可 它会默认的安装到CA盘 因为它是不支持可以选择这个安装目录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环境变链 去更改它的一些设置 那么安装完毕之后 打开你的电脑 然后这里有一个高级系统设置 这里有一个环境变量 我们给它新增一个变量 点击这里的一个新线 然后我们设置一个变量名 那么变量名称设置为这一个 然后这个目录设置为这一个 我们可以把这个给它复制一下 然后粘贴到这里 然后你再点击确定即可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么在这里我是已经添加完毕 那么这后面的一个值 你要设置为这个D盘 或者是C或者是E盘 什么盘都可以 你不要设置为这一个C盘 然后它的模型下载 就会下载到你这样的一个目录 就不会占用C盘的一个空间 否则你的这个C盘空间会不够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一些相关的一个命令 那么首先是这样的一个命令 我们可以在这里输入 那么这是查询你目前下载了哪一些模型 比方说我现在是下载了两个模型 一个是这个模型 一个是这个模型 然后如果你要启动它的服务的话 你就输入这样的一个命令 那么现在这个服务就启动了 当然它现在因为我已经启动了 所以说它这里报了一个错误 然后如果你想要下载模型 你需要怎么设置呢 我们还是打开Olama的官方网站 这里有一个models 我们点击一下 比方说你想下载这样的一个 大模型 那么你就点击进去 然后它这里有一些命令 你给它直接复制即可 我们将这一个命令给它复制到 CMD 就是这里 然后运行即可 那么运行的话 它会就是占用一点时间 进行一个文件的一个下载 那么它这应该是有5点多GB 下载完毕之后 它的模型会保存到 你的变量文件夹中 也就是你刚才设置 环境变量的这一个文件夹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一个 就是这个Olama这个地盘 它保存到这样的一个文件夹里面 那么这就是通过 这个修改环境变量 来改变这个Olama模型下载地址 那么现在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Docker的一个安装 首先还是根据你的系统版本 下载这一个 然后下载完毕之后 我们进行这个安装 安装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那么现在我们来讲一下 如何安装这个Olama的一个外部UI 我们使用这样的一个命令 我们给它Copy 然后我们打开我们的CMD 我们进行这个粘贴 然后给它挥测一下 那么安装的时候 记得把这个目录给它改一下 那么这个目录最好改成你的其他盘幅 不要存储裁 这一个C盘 以免就是浪费这个C盘的这个空间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里已经安装成功 安装成功之后 我们打开我们这个软件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看到啊 这个Web UI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选项 点击进去 然后第一次你注册的这个账号会默认变为这个系统管理员 我们在这里输入 我们在这里输入 以及这个密码 我们点击 那么现在我们就已经这个创建完成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选择你下载完毕的语言模型 比方说我们选择这个 我们在这里输入 这是什么含义 然后它会自动的进行一个回答 它告诉我这是一个Python 这一个解释器 这个这个是一个报错了 也就是没有标准的一个写的一个语句 我们需要把这个语句改成这样的一个语句 那么当我们这个配置完成之后 我们也可以通过在这里进行下载模型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设置 然后这里有一个管理员面板 这里有一个设置 然后这里有一个模型 然后你在这里直接输入这个名称即可 比方说我们现在可以下载这个谷歌的一个模型 我们把这个模型名字给它复制 然后我们粘贴到这里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按钮 那么它就会自动的进行这个模型的一个下载 那么如果你要删除模型 同样的你点击这里 选择一个模型 然后点击这个删除即可 那么如果你想运行一个模型 你也可以输入这样的一个命令 我们输入这样的一个命令 然后在这里输入你需要询问的语句 那么通过这个CMD也可以进行快速的这个语音回答 那么这是一个本地的不需要任何的一个网络 那么你也可以在这里输入啊 这个ChatGPD的这个密钥来调用这个 ChatGPD 当然啊这里语音同样的也可以 那么你要选择这个 OpenAI 然后把这个密钥啊 如果你有这个ChatGPD会员的话 你就把这个密钥填进去 你就可以调用这个ChatGPD 那么你也可以通过 这个空间啊 这个工作空间 然后里面有一个发现更多模型 因为 如果你要就是使用这个编程的话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编程的一个模型 那么我们出入这个Python 我们可以看到他搜索到了很多这个Python相关的一个模型 我们点击进去 然后他这里 然后他这里会标注啊 这个模型的一个 那么在这里会标注他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语言模型 然后我们点击这里啊 我们点击 然后我们下载对应的这一个模型 那么安装完毕之后 我们在这里选择这个安装的这个模型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保存并创建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这里啊 对他进行一个开启 然后我们输入一点命令 好 来测试一下 然后他就会在这里返回这一些信息 当然如果你不想就是给他 不想使用的话 你就可以点击这里啊 进行一个删除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 给他填入到这个configui里面啊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把这一个URL这个连接啊 给他这个 填进去 然后把这个模型 填进去 那么现在啊 再运行的话 这个工作流就可以跑起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些刚才跑的这一些图片 那么效果还可以啊 如果大家想要这个工作流 我会把这一个工作流发布到这个评论区 那么现在我们来讲一下如何做微调模型 首先我们打开这个ChatGPT 啊 我我们先要在这里给他输入一些文字 我说我需要做微调模型 请参考这个范本 帮我修改代码 然后我们把这一个范本给他填入进去 然后按回车 然后我们再给他上传一个PDF文件 那么这个PDF文件呢 就是啊 你可以理解为这一个模型增加的一些内容 然后我们 他会返回 就是返回按照我这上面的这一个格式 来产生新的这一个格式 那么我们把这个代码给他复制 然后我们在这里新建 一个文档 我们将这些代码给他粘贴 然后点击保存 我们将这一个名字给他改一下 那么这一些内容是关于衍生的一些内容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网站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网站点击这里 那我们比方说我们想对这一个模型进行微调 那么我们直接点击这里即可 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点击这一个 然后在这里 点击新建文件夹 然后我们给他随便取一个名字 然后我们将我们刚才这个改的这个文件啊 给他脱入到这个资料夹内 然后我们将这个路径给他复制 然后你可以打开你的这个谷歌搜索的这个功能 我们搜索这样的一个单词 我们将这个路径给他粘贴到这里 同样的 然后我们在这里搜索这样的一个单词 然后我们将这个单词改为真 那么现在我们来讲一下关于这个微调训练 我们继续的给他在代码处啊 最后代码处给他加上啊 这一串代码 那么这一串代码会发布到这个评论区 那么同样的你要检查这一些代码 他有没有问题啊 你可以把他放到这个下的GPT中 让他帮你修正这个代码 然后我们往上看 好 我们要点击这个播放小按钮 然后这边打勾就代表正常啊 已经就是正常运行 然后我们同样的按照这种方法 把所有的这一个让他显示这个绿色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里是运行了60步 然后我们在这里点击一下 那么这个错误就被解决了 同样的我们继续的往下跑 你不能点这一个 这里有一个全部运行 你不能点这里 好 然后我们再点这里一个 那么现在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然后要注意一点的就是 我们在这里输入这个文件夹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复制这个路径对吧 然后这个名字啊 改为这个名字 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你不改这个名字的话 他会报错 然后我们把这里也运行一下 好 这里也是ok的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里有一些进度条 我们只需要等待这个进度条度弯 那么当所有的这一个都能正常的运行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点击最下面的这一个运行按钮 然后呢我们把这里给他运行一下 然后我们改一下这里的一个参数 我们来讲一下这些参数分别对应什么 首先这个参数 它是对应这里 然后这个呢 就是你保存到google 好这个谷歌网络硬盘的一个目录 然后我们只需要等待等待等待 等待这个命令运行完毕即可 那么现在他显示已经完成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谷歌 这个网络硬盘中找到这样的一个文件 然后将他下载 那么我们如何将下载的模型进行一个上传呢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管理员面板 我们点击这个实验信 然后这里有一个上传选项 然后将你的这个模型上传 那么你就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微调模型 那么你就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微调模型